學生專注練球 教練從旁緊盯指點 國中升高中 高中升大學 不再只有考試成績是唯一 現在有更多元入學方法 專業技能也能加分 升學管道多元化 只是校外表現也很關鍵 尤其全中運成績 會進一步影響升學 教練表示 若真想靠多元入學 孩子技能得從小開始培養 我覺得自律蠻重要的 你可能一天練球 你至少就要練個三個小時 到五個小時 那你要很會規劃你自己的時間 訓練以外 也會多帶他們出去比賽 好 一 二 三 要機器人倒立 維持三秒或蹲低 擺手等指定動作 學生透過遙控器 輕鬆控制機器人 搭上AI潮流 機器人課程是目前超行 特殊選材之一 特別適合目標明確考生 因為高中剛往大學端走 目標很明確 那我們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教學中心 那我們主要就是帶孩子考證照 跟參加中大型的比賽 然後是教育局 或是教育部那邊 有認同 房間多家業者為多元入學開課 培訓學生要求考照 比賽成績都要好 但反觀對於家長而言 或許是一種大賭注 有點像一個賭 就是很多孩子 因為他其實很靠近學課 所以其實孩子的壓力會非常大 其實不止這些 包括服裝設計學院 學生能先修服裝設計 打板 縫紉等企劃訓練 無美法教育中心 讓沒門檻 零經驗 有興趣的人也能培養技能 只是千萬別為了一時升學 硬學技能而亂了正腳 三地新聞 蔡宇智羅佩爾 台北 採訪報導